Hello 我是阿明 今天我來這個MegaBox的通理 就是要示範這個BOSS的GT1000 這個GT1000這個版本會多了一些新的功能 例如你可以用藍牙去連接你的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去調整裡面的設定 這個GT1000這一代也標榜了一樣東西 AIRD 即是表示很接近一個Tube M的Circuit 即是很有一個Tube M的聲音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Multi-Effect不會有一個M的聲音 這個GT1000的賣點就是這個 譬如這個GT1000 它可能比起其他的Effect Processor 我自己覺得是挺真實的 譬如有一些Effect Processor 它可能在一個Recording 又或者Playing上面 譬如你彈的時候 它是這個聲音的 但是譬如他可能Recording出來 那個聲音又有少少不同 譬如現在這個GT1000 說的是Recording和Playing 那個聲音都很一致 譬如GT1000 我自己覺得 就沒有說是甚麼Style 或者是甚麼風格 即是它是很All-Round 因為它裡面 甚麼Effect的類型都有 那我自己覺得它有一個很好的優點 就是因為它可以是 你就這樣插個吉他進去 它這裡有一個Headphone的Output 因為譬如說 好老實說 在我們這個香港這個地方 即是不會是 各個家人都可能 擺到一個Tube Amp 因為Tube Amp 都比較大聲一點 假設我晚上很夜想彈吉他 那我覺得這個 是會很方便到 因為吉他Player 你隨時插下去 你聽Earmon 那不會騷擾到人 我自己覺得 譬如它裡面一些Effect 例如Tube Screamer 我覺得是挺真實的 因為我都拿來AB歌 那我覺得 雖然它不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是很 有那個聲底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即是compare with 一個真的Pedal 和一個Digital的Multi effect 現在我開了一個chorus的聲音 我彈給大家聽聽 那我試多一個聲音 我現在開了一個vibe的聲音 好嗎? Tube Amp Tube Amp S natural Tube 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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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蓝牙连接你的手机 例如其他的Processor 他需要用USB线连接到电脑 才进行一个Edit 或者甚至在设计上Edit 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是挺方便的 而且省下气力 因为你不需要乱下身 又设计 又起身 弹一弹 又乱下身 又设计 我觉得可以的 而且在调教上 有些人可能喜欢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会比较 一般他又不会很少 他又不会超级多 我自己觉得 对我来说 我不喜欢教太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会很复杂 所以他会足够你要教的东西 都会有 所以我觉得OK的 没问题 好 有点好 不是 没有 是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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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